诶 这是妓院 里边有点线好啊 这说什么呢 这让我们大媒听见 那还让他 那你在这发什么呆啊 什么意思 你说皇上在这种阿萨地方 这可你说的 我可没说 进不进的 您看着爸 大人 你说皇上都在这里边 在不在 何大人 咱们一去 不就知道了吗 这去 皇上 小明回来了 把和事咱们都带来了 是吗 还有什么人一块进来 一块进来 何大人 这儿 我好叫你的 奴才 叩见皇上 臣叩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怎么不说话呀 你们脸红什么呀 朕还没脸红呢 皇上 奴才救驾来迟 请皇上赎罪 救什么驾呀 指着你们救驾 朕都死八回了 不知何人胆大包天 伤害了皇上 皇上略加描述 臣立刻 点骑兵马 定将那大胆的刺客 捉打归案 别大惊小怪的 刺什么客啊 他们连朕的身份 都弄不清楚 不过就是争风吃素而已 朕也没让他们占什么便宜 这事过去了 别说了 是臣遵旨 皇上 太后非常惦念您 令农才带几个太医来 还是请太医针断一下 以免太后担心 叫他们进来吧 都进来吧 这干什么呢 敢急呢 这么多人呢 留下一个 其他都回去 好 你留下 这 弘历 这也没你什么事了 既然活身都已经来了 给你放假回家干老婆去 谢皇上 你们俩还在这干什么 出去吼着吧 这 站住 站住 干嘛呀 何大人 我问你 皇上真的一直住在这里 那你说皇上住哪啊 好了好了 算了 反正我问不出实话来 告辞了 我问你 皇上是被何种兵器所伤 好像是被箭所伤 箭伤 你今天晚上不要离开这里 就在这儿待着 是 走 看来轰的这小子 没说实话呀 何大人 你有什么高见 争锋吃醋 用了弓箭 这倒头会听说 高大人 你也就守在这里 我去见太后 请何大人放心 下官这回不会出任何疲劳 好 似 优优独播剧场 jest rider 轮 水 水 唐 太后宣你进宫 太后宣我 快点快点 好好 大梅啊 太后宣我 我得赶紧进宫去啊 快点啊 来了 你可要跟我说实话 皇上 真是因为争锋吃醋 才受的伤吗 是 弘历 即使是皇上 也不敢在我面前说谎话 是太后 太后 这一定是哪个小人到您面前 搬弄是非挑不离间来的吧 您想了 俗话说得好 搬弄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您想 皇上都不敢做的事 弄洪帝敢做吗 既然是争锋吃醋 怎么会受的是剑伤呢 谁说是剑伤啊 谁说是剑伤啊 你看 我就知道宫里的太医们是少见多怪嘛 皇太医可是名满天下 难道连 什么是剑伤都断不出来吗 那那那 她是剑伤啊 她是剑伤啊 是剑伤 对 她不是弓箭射伤 这就奇了 又是剑伤 又不是弓箭所伤 我倒要听听 你如何口吐莲花了 呃 是 太后啊 是这样的 那个窑子的老板呢 她 她 她好富庸风呀 所以就在墙上到处挂了什么 弓啊 剑啊 什么灯啊 呃 当然了 也有弓箭了 呃 皇上跟那个行凶的呢 是为一个小妞儿动手打起来的 哎呀 太后啊 您别听那小妞儿有多漂亮了 我 呃 我这么跟您说吧 我弘历在宫中这些日子 也算见过世面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妞儿啊 别说皇上动心了 就是我 我也动心了 呵呵呵呵呵呵 这可真是 回眸一笑 百妹胜 八宫粉袋 无颜色呀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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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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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动卓懂 啊 明明是个大粗人嘛 非要装掉书带 哪是八宫啊 那是六宫粉袋无颜色 对 是六宫粉袋 小明是这么想的 太后 我加了两宫 不更能说明她的漂亮了吗 太后 您知道她的眉毛有多漂亮吗 咱就先说说她的眉毛嘛 她的眉毛长得呀 她就 她就像 像什么呀 像两条虫子 我当是什么呢 怎么像这么个东西啊 不是 不是 她这虫子 她这虫子 她不是一般的虫子呀 她能顺着您的眼睛啊 她就 爬到你的心里头去 真的 难以置信 您再说说她那眼睛啊 行了 别说了 她那两只眼睛啊 她就 行了 别说了 我明明为你 皇上是如何受的贱伤 你东来西扯的 跟我扯了这么多 老实说 皇上是如何受的贱伤 呃 皇上如何受的贱伤啊 呃 是 是 是这样的 太后 呃 皇上和那个人 因为一句话不合 两个人就动手打起来了 呃 打起来以后呢 你想皇上什么人呢 哈哈 那人自然就没有还手之力 他就狗急的跳墙啊 狗急的跳 他就跳 跳墙 管他怎么跳呢 再跳 也跳不出贱伤来啊 是啊 哎 小的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呢 他狗急的就跳墙 他图穷了就避陷 这话对吧 图穷避陷 这是匕首 这匕首 怎么会刺出个剑伤来呢 啊 是匕首啊 看来不用大行 你是不说实话 对别人 挨家打板子 对你该打哪呢 嗯 自然是长嘴 哼 算你说对了 来人 是 太后 太后 您 您听小的把话说完 当时 图穷避陷是不错 可是他 他没有避手啊 他就私下找 他找找找 哦 墙上有 装饰用的剑 他就从剑壶里 拔出一只剑来 冲着皇上 他就刺过去了 所以皇上就 中了剑伤 您看 太后 他是剑伤 可又不是被剑射伤 小的没有说谎吧 太后 小的这回说的全是实情 行了 日后 要是查明真相 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你说该怎么办 那 那您就让他们打的小的满地找牙呗 行啊 那你这张嘴啊 日后就只有喝西粥的份了 下去吧 谢太后恩典 这大清朝 满朝文武 能集中生智 临危不乱的 也就是我弘弟了 干什么呢 皇上宣你呢 又宣我呀 我今儿怕是清静不了了 快点快点 小明弘弟见过皇上 站着说话吧 谢皇上 郎中 朕给你的金碗呢 尚在小明家中啊 皇上 你为什么还迟迟的 拖着微交给和珅呢 哦 皇上啊 小明因为这两天心里头 一直挂念着皇上 倒把这件事给忘在脑后了 你把金碗给忘了 现在回家拿去 正在这等着你 皇上您放心 小明这就回去给您取去 退朝 明英 别干了 赶紧 在收摊之前啊 把菜给买回来 现在去啊 我怕菜都不新鲜了 要不我明天一早去吧 哎呦 自个家吃菜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 你不懂 收摊之前去买菜呀 最便宜了 哎 来 去吧 哦 哎 慢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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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怎么卖 小姐 哎 我的菜便宜啊 哎 你看看 看看 昨晚近战如何 昨晚醒些对手 还有比几个太监差过去 还是温妥一些为好 只要你守在那里 不怕皇上不来 我知道 皇上跟你要金碗 你就来找我 皇上能变出个金碗来 我还用跟你受罪 你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贪这个金碗不给我 你可别让皇上斩了我的头 我让你抱着这个金碗当寡妇 我就不相信 皇上能为了一个金碗杀你的头 嘿 我这 呦 小黑公公 您怎么来了 皇上让我来叫你拿着金碗赶紧进宫去 这这这 你看见了吧 哎呀 可是我还没找着金碗呢呀 那你回事 你回事不是吗 快快快 对对对 哎 大梅呀 你现在想想给我还来得及 啊 没有 哎呦 我还算是认识你了 你呀 你就抱着金碗当寡妇吧 你快快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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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没事 阿英啊 我问你 你有没动过房梁上的东西啊 这房梁啊 我还没来得及上去 上面很多灰尘 我还没来得及打扫 我现在就去打扫吧 你真的没动过上面的东西 夫人 我偷一次做丫鬟 眼里没活 有什么事您都教训好了 我现在就去打扫 算了算了 海儿已是荒唐让母后担心了 也怪哀家太粗心了 像如今这么一个一般的孩子 皇上怎么能看得上眼呢 不过 皇上 民间不乏美女 但是鱼龙混杂呀 尤其在那些地方 皇上的龙体 关系着百姓社稷 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母后教训得极是 孩儿谨记 奴才和尚 靠见皇上太后 和尚 那今晚找着了 回皇上 据弘历称 那今晚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好荒唐啊 那一定是他们家那个大美 鬼迷了心窍 想独吞了吧 还反了他们了 你现在就跟他回去 如果他还找不着 就跟他说 朕可以派人帮他抄家 帮他掘地三尺 帮他拆房子 奴才遵旨 嗨 皇上 倘若就是一只金碗 就别难为弘历了 他在宫里呢 也算尽职尽责 即使是赏了他 也不为过 太后有所不知 这只金碗 远非同等量的金子 可比 何大人 对了 我这样跟你说呢 刚才皇上说的那番话 你可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何大人 有劳何大人跟我走一趟 我们家那口子 您要不吓唬他 他真不肯把金碗拿出来 是吗 那好 到你家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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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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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清 大梅 猜得没有 抄家子可来了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你这是怎么了 本来就不是咱家的东西 还舍不得拿出来 行了 皇上有旨 你们要是真找不着的话 那何某就要替你们找上一招了 听听了吧 何大人 你要是能帮忙的最好了 你这叫什么话 你真让人抄家 你有话好好说 你哭什么呀你 今晚丢了 我说你可别执迷不误啊 何大人可是奉旨来的 操你没商量 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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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真的丢了 这好端端怎么会丢呢 你丢个什么东西 在你手里一个铜板都不曾丢过 何况是这么大的一个今晚的你 别说何大人 就连我也难以置信 信不信有你 反正就是丢了 不是 人家是个今晚呐 他是放哪儿的想想啊 就是啊 在梁上啊 那么大一今晚 要是让耗子给叼走了 足够他们一家子 磕好几年这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何大人是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 何大人 您不是玩意儿 这 何大人是挖第三尺的拙 这什么就是 我说您厉害 厉害 什么东西都偷看他的眼睛啊 我告诉你 您就让他给挖出来了 那咱们脸面上都不好看 是是 我告诉你 他要真能搜出来 我立马给他磕撒响头 那 那就是真丢了 那可不就是丢了吗 他这 你看 这是 好 今晚你给我丢了 你 我 我想起来这个 会不会让那个丫鬟给拿走了 我也想过 但是再想想啊 要真的是那个丫鬟拿走了 他早就溜之大吉了 他跑回来干什么呀 是人科也是人科怎么办呢 何大人 何大人那 我这站这儿呢 您站着呢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到厨房 给烧点水给何大人沏壶茶 嗯 嗯 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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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是 刀 吳 打包 何大人 有话直说 事已至此 还请何大人能拉兄弟一把 其实这事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是 不就是个金碗 这次我还真能帮上 这么说何大人 您府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金碗吗 不然呢 不是 我是说呀 你这样 你干脆呀 交上半斤多金子去 我看那碗呢 也就半斤多重 可那是一个金碗呢 别急别急 听我说 你就说啊 你们家大梅呀 你是糊主 把这金碗呢 融成金子 是吧 这样呢 你把金子交上去 就可以交柴 皇上呢 也不至于抄你家啦 这倒真是个办法 可这半斤多金子 我上哪儿去找啊 何大人 那 那就是你自个儿的事了 何大人 我说 我要是开口跟您借半斤金子 您是一定不会借给我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借呀 这么说您愿意借给我金子 您愿意帮我这个忙 何大人呢 您也在是 手怎么这么凉啊 这 我 我是说 那有个条件 我就知道你那边我讲条件 算了算了 好 谁让我踏上这么一个老坏 何大人呢 什么条件您开口吧 轰利我这辈子 别这样 什么东西 这么刺牌 什么东西 这么刺牌 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 就是啊 我 我给你 我给你 怎么这么香啊 香啊 是 这不是何大人您刚才 怎么痛快了一下嘛 嘿嘿嘿 痛快 不就是放了个屁 是是是是 何大人果然不同凡响 您放的屁 都是香的 谁会拍马屁了 香香 还真是香的呀 不对 这个就是乾隆 这个就是乾隆 那个呢 你打我干什么呀 谁打你了 你以为是 何小人 竟使出 竟使出如此下流的伎俩 放老实点 免得不自在 你 你 鬼头蛤蟆眼的 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是是是 何神 何某在 我问你 你把袁中正弄哪去了 袁中正 没听说过呀 他是谁呀 我说你有病啊 他不说实话 你打我干嘛呀 何神 我再问你一遍 袁中正究竟被你们弄哪去了 我实在不知道袁中正这个人 你打死我呀 何大人 你打死我呀 这老东西 你有病啊 你你真是有病啊 你眼睛不好使 你手也不好使 你怎么老打我呀 他是你的臣子 养不教父之过 你这做皇上的 还不应该替他受些教训吗 我让你 你这老东西 我告诉你 你当我可以 他绝不能伤着皇上 你当我吧 我说你有病啊 你是老年痴呆呀你 你把我当皇上啊 你看我像皇上吧 这让人笑我自己了 皇上 农才是感同身受啊 大家得心皇上身上 疼在农才心里 不过皇上放心 有我在 决定这老农 上你一根毫毛 哎呦 还没上一根毫毛呢 不是皇上 那这是 我不懂他可以 只要你说出原忠正的下落 原忠正 我知道这么一个人 他是原忠患的余孽 现在不过已经被九门蹄都关在天牢里了 我让你放人 放人休想 嗯 嗯 不是 嗯 你敢行似皇上 你就不怕灭九族吗 嗯 好好好 嗯 那就这样 老英雄啊 嗯 我这就去放人 但是你 你千万不能伤着皇上啊 你先去放人 等见了原忠正 我自然会放你的主子的 哎呦 我给您作义了我 我刚才 我刚才诊断错了 我说您是老年痴呆 您哪是老年痴呆呀 你打生意来就是痴呆呢 你还以为我是皇上啊你 你说对了 我确实是个痴子 痴心之位原大将军 那好 那好 皇上你先忍忍 我去去就来 我去去 你再敢耍真使诈 休怪我伤害你主子 他要不使诈 他叫怪的 不会的 我这就去放人 这就去放人 你先忍忍 皇上啊 你快去吧你 哎呦 老英雄啊 哎呀 何大人 您 您怎么来了 是怎么回事 本官已经发现了 袁冲范与党的首要分子 他们就要采取 对皇上不利的行动 在哪儿 就在那个红礼战里 还不快去 是 何神此人狡障多边 你还是先离开这里 我在这里应付他们 我怎么能把您一个人 留在这儿呢 你先走一步 等他们将令尊释放后 回号有个机 让开 让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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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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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门老子就放火烧了 你让他们退病 我说你这老头 你脑子有病啊 你动的脑子行不行 我要是他们主子 他能不能这么大动干哥吗 他们 和尚 我数到三 你退是不退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 别杀别人别杀 要杀就杀我吧 追 追 这个和尚真是胆大包天 明明知道他的主子在我们手里竟然还敢动刀枪 我也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阿伯 我还得回去 你怎么还要回去 他们并没有发现我的身份 这是我们接近皇帝的好机会 阿伯 阿伯我不能就此放弃了 你放心 我会加弃小心的 尤其是和尚不可小事 嗯 小民 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今晚拿回来了吗 皇上啊 托您的福 弘历我今天差点就见不着您了 不要危言耸听 问你今晚拿回来了没有 呃 呃 呃 是 呃 这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那个金碗呢 呃 全怪大霉一时贪心 他找了一个金将就把金碗融成一个金元宝了 不过成色异成没少不信皇上您颠颠 是什么东西啊 来人啊 小黑 你去把那个大霉给逮了 让他在宫中为奴 让他赎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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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啊 你 哦 呃 陛下息怒 呃 没了今晚 张景发是否如期出发呀 走走走 真不想看见你 走 啊 皇上 小的还有话跟您说呀 滚滚滚滚滚 滚蛋 哎 皇上不想听 可是我 走走走啊 快走啊 啊 好 出去出去 走啊 哎 哎 哎呦 哎 哎呦 吓死我了 夫人 怎么了 哎呀 你上哪儿去了 哦 我刚才在厨房洗菜 突然想到卖菜的少给我一个铜板 所以我就找他要了回来 不好意思 耽误您午饭了吧 哎呀 没事没事 亏得你刚才不在 你知道不知道 刚才家里啊 可出了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了 哎 我也不知道 我去厨房沏茶 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味儿 就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啊 看见一个老头 他拿着一个钢签 要打我们家弘历呢 我一下冲出去要跟他拼命 亏得这个时候啊 何大人来了 那老头才跑了 啊 夫人 我来帮您收拾吧 也怪我一时财迷心窍 把一个金碗给藏起来了 谁知那金碗 关系重大 大梅听旨 皇上口谕 宣大梅即刻进宫 黑公公 容我收拾一下好吗 不必了 离开就走 夫人 明英 家里就交给你了啊 我知道了 夫人 看来真是多不出一 多不过十五啊 张景发一事 早晚得有个交代 而且是敢早不敢晚 只要甘肃寻服见了人 回奏皇上 这事就都告一段落了 老爷 要不奴才再找个人 冒充一下 还是一事不凡二主啊 可是 上次冒充张景发的那个东西 宗既全无 小人是费尽周折 难也找不到他的下落呀 费尽周折 你也不想想 他逃跑的时候皇上失踪了 全城都戒严了 他跑得出去吗 老爷说的也是啊 咱们给他那点银子 也就够他活上几天的 他这个人又赌又嫖 一身的毛病 做吃山空的那一天 他还不得出来混饭呢 他一个戏子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不出来唱戏 吃开口饭 还能干什么呀 老爷说的是啊 奴才怎么就忘了这点呢 奴才连夜这就派人 查他个底儿调 到戏园子里 这事不要生长 奴才明白 鸣子里 太后啊 太后啊 太后我可是闯了大祸了呀 红丽啊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那么伤心啊 瞧这眼泪流动 太后啊 我这都是骚的祸呀 我没骗见你老人家呀 红丽啊 到底是谁欺负你了 告诉哀家 哀家替你做主 太后 都怪我自个儿没本事 我没关好自个儿的老婆呀 我没本事啊 太后 那把皇上给他的亲碗给弄丢了 皇上现在要把他抓到宫里来 让他让他重身为奴啊 太后啊 他这是罪有应得呀 我红丽的命就哭了呀 我当是什么事呢 就为了这个呀 放心吧 我呀 让人去见皇上 把大梅叫到慈宁宫来 守着哀家 保管 他不是委屈就是了 真的呀 太后 那就多谢你老人家了 多谢了 解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不不不 你真是难为你了 这么心疼老婆 我这就让人 这就皇上要人去小白啊 奴才在 快到皇上那儿 把大梅给我找过来 我这个人呢 求千步的人见流眼泪 遵旨 谢太后 可是 你说刚刚那人不是皇上 但是 刚才又来了几个太监 说皇上让大梅进宫 这就怪了 哎呀我刚刚 也没有注意 那个大梅一进宫 线又断了 不管怎样 他的宅子还在 我只要在那守着 我想 他不会一辈子住在宫里面 我这儿 还有另一条线 张景发 大伯 现在我们兵分两路 我现在就守在皇上的相好那里 你前去尾随张景发一起 我意正是如此 只是甘肃路途遥远 辛苦阿伯了 为了元大将军 没有辛苦二字 你一个人守候皇上 也要多加小心 倘若 没有一击而中的把握 宁肯 隐而不发 我明白 太后 咱上回说到哪了 是秦琼 秦琼卖马呀 还是玉池宫救驾呀 先别说了 在宁老面前可不敢称大 充气量 是个小梅 你们俩呀 真是天生的一对 说话都那么有气 你们夫妻俩好好续续吧 放心 在哀家这儿 在哀家这儿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等皇上的气一过 就放你们出去 多谢太后恩典 快 快劝劝弘历吧 瞧她哭得那份伤心哦 小白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好端端的 干嘛哭成这样 我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 行行行 别哭了别哭了 我没真哭 我往眼睛里抹了点辣椒面 原来是骗我的 别让太好听见了 她要知道我骗她 那咱俩都没命了 王老板 戏唱得不错呀 刘烟 我的妈呀 刘烟 跑啊 你倒是跑啊 刘烟 这可怨不得我呀 你不知道 我在张府里住的时候 他们半夜里要杀我 我才不得不跑啊 刘烟 别 别 别人会杀人 我就不会杀人 刘烟 这银子 我全给你 你再找人办这西德 这张警方 我实在是办不了了 刘烟 您饶了我吧 好啊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告诉你 中途下场 好啊 可以 可以 走 走 刘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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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王老板 想好了没有 刘烟 刘烟 给我往下送 怎么样 王老板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我不要啊 求你了 刘烟 刘烟 你太累 你想要的世界太完美 还有你想要的自己总是太无愧 你转眼 你就这八年岁 对不对 今天的一切是非要答对 还有明天的所有风亿要准备 奢侈啊 何时能好好入睡 累不累 你是皇帝 你眼泪 别人偶然的伤悲 不是你的罪 可是天要你流泪